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一拳超人最強之娜 那今天話一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爺爺這邊的話是 順利的已經升到我們的八十級了 而且已經是三星再加上兩個紫星了嘛 對不對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的這個碎片每天都還是在打我們極限訓練 所以應該是慢慢的可以到達我們的五星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所以爺爺的話我們這邊就是來慢慢鍛煉一下喔 基本上角色應該都給他先練到八十等 應該就可以沒問題了 然後再來就是練我們的深海王 然後再把我們的那個 後面一隻角色都給他練起來喔 應該有人跟我講說也可以放我們的金屬球棒啦 所以球棒的話我應該也會再把他練高一點點看看囉 所以如果你還有一些關於我們爺爺的一些 就是比較好的一些配置方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哲平一起討論 一起分享囉 好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一隻新角色的威力喔 所以今天不是跟大家講說 就是除了我們爺爺躺之後完 還有另外一隻角色就是我們的豹山嘛 也就是墨山喔 那墨山的話這隻角色基本上我沒有抽到 但是呢我們今天的這個研究室的這個 誓練這邊的話呢 我們是有選到我們的豹山喔 而且我們這個墨山的話 基本上我們已經讓他加3 再加上我們這個五星角色了 所以應該算是應該還蠻好玩的吧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究竟到底好不好用喔 那核心的話基本上因為我們的墨山是有核心的 然後他的核心的話是有這個 戰鬥開始時獲得3點能量 前每回合額外獲得1點能量喔 然後高級效果是戰鬥開始時 己方全體暴走1回合喔 所以算是能夠提高蠻多一些戰鬥力的角色 來看一下他到底好不好用喔 如果當隊長的話喔 那我們的這個核心勢列來說的話 我覺得最關鍵的哲平打起來 目前打起來我覺得 我每次都可以打到最後的選角的話 大概是有選我們的文少女 然後那個吉納斯博士再加上我們的那個 甜美甲面 只要有選這三隻的話 基本上都比較輕鬆能夠打到我們最後一關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的囉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用一下這套隊伍來試試看 因為他是用我們最高的戰力下去排的 我們來看一下墨山到底好不好玩 因為這遊戲的話 目前來說這個模式 他是自動幫我們把墨山 就是用到一個最高階的狀態嘛 而且他一開始就會讓全隊都暴走 其實還算是蠻帥的喔 來看一下他的那個大招 超 圖熊中斷T 看一下 還會給內傷 棒啦 欸其實很痛欸 但目前來說我們這個關卡算是蠻前面的關卡 所以應該還好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模式的話 試煉 核心試煉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找一些能夠打到後排的 因為最後面那個深海王跟弟弟王 那幾隻的話 他們都會躲到這隻角色的後面 那個不把他們清掉的話 真的會比較痛苦一點點 這前面應該都還好 蠻簡單的 好 我們這邊的話再用墨山踢 墨山踢 那墨山的話他這招式他是不能踢到後排的 所以還都是蠻可惜的喔 然後閃電的話也是沒辦法踢到後排喔 然後蛇蛇拳的話就可以打後排 所以蛇蛇拳再加上我們的 甜美甲面那些角色的話 我自己個人是還蠻喜歡用的 因為他可以直接把就是 波羅斯阿或是我們深海王 或是我們那個弟弟王 都先給他打到 打到死掉 基本上對我們的威脅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不然一般來說我們就是要把前排先清掉 才可以打後排喔 好 這邊感覺就是他 第一回合的時候會有一個超暴走 所以第一回合的超暴走 如果再配上我們甜美甲面的話 應該是可以打出一個就是 很大的一個那個 很大的就是針對我們BOSS一個大傷害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待會我們下一關就要打我們 就是那個弟弟王了 到時候如果超暴走 再用我們蛇蛇全燈的招式去打我們那個 打我們弟弟王的話應該會蠻不錯的喔 好 來了 沒問題 來看一下弟弟王 弟弟王這邊的話 我們就盡量用一些角色來把他給打掉 目前格鬥角色有兩隻嘛 這個荊棘俠是什麼的 好 把他換成這個好了 然後用甜美甲面來打應該會很不錯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一開始都可以先把氣留給那個 然後我們讓那個 那兩隻可以直接打後排的人 先打後面那幾隻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先普攻 感覺莫三其實 如果你是喜歡格鬥系角色的話 應該也還是蠻帥的一隻角色啦 有沒有 這邊加了那個暴走其實還不錯欸 而且全隊一開始就暴走的話 我覺得就是 打一些就是大傷害的話其實還OK 直接把那個弟弟王給打死了 但是這隻弟弟王的話算是 也是比較初階的 他另外一個有一個高階的話 一開始就會噴那個火焰刀 然後讓你全隊都是 作燒效果 然後只要你去攻擊他的角色 攻擊他的隊友的話 基本上會直接被那個 弟弟王追擊喔 會很麻煩 其實感覺還蠻痛的欸 但是感覺就不是 就是呃 就不是那種 就是在我們正規的比賽 或是用我們一些打劇情關卡 會很實用的一隻角色 所以就還是 還是不建議大家練啦 其實最近的話因為哲平的那個就是 都有在練角色嘛 然後蠻多人都會說 哲平你的戰力怎麼這麼低 我後來才發現就是我自己 練的太多就是 非必要的角色了 所以就會讓我們支援變得很少 來啊 這個就是比較麻煩的弟弟王 二階弟弟王喔 來看一下 全隊先暴走 但是弟弟王會先打我們喔 他會直接先開大招 先燒爆我們那種感覺 欸其實全隊暴走真的是還蠻帥氣的欸 暴戰的這個 這個效果其實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全隊暴走 你看 哇 有點痛 我們那個文少女直接被打到一個快要弱智了 然後 這邊的話兩個大招先來把那個 弟弟王給清掉 但是莫山這邊應該可以先清一下 最近才被這個弟弟人打到一個快爆炸喔 我覺得這邊的話真的要好好教訓一下他們了 好 追擊追擊 然後這邊的話 再加我們這個蛇群先把他踢爆 啾啾啾啾 然後再加那個我們的那個誰啊 再加我們的那個甜美甲面應該是ok的 所以這邊流氣給甜美甲面喔 然後讓甜美甲面去揍爆他 這樣我們應該 欸哇 沒有揍爆 哇這有點小尷尬了喔 這就不太好了喔 哇 但是我們應該還可以再撐個幾回合 應該可以 但是 第二回合的話就沒有這個爆走的姿態喔 就蠻可惜的喔 那我們一樣把氣留給那個蛇蛇拳 欸我感覺蛇蛇拳是不是 好像比甜美甲更好用一點點欸 因為甜美甲面的話他不是 每一次都必打無下的 那蛇蛇拳這個威力還蠻強的欸 你突然愛上蛇蛇拳了有沒有 突然愛上蛇蛇拳了 那我是建議因為哲平都蠻長就是 一開始第一天我會先打 就是我們這個試練模式先選角 然後等到我們最後一天的時候 因為你過幾段時間之後呢 他會給你那個選角的數量嘛 那你可以就是利用這個時間 就是累積更多的那個選角數量 你就可以不用擔心就是 選不到一些就是比較好的角色 然後打不贏這些關卡 所以哲平通常都是最後一天才打這個 試練模式喔 像今天是禮拜天我就是禮拜天會來打這個模式 然後禮拜三我也會打這個模式 因為他是禮拜一跟禮拜四的時候會重置嘛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打不贏這個關卡的話 都可以用這個時間來打一下喔 好快要到我們下一階段了 其實我不見得每一次都會打到最後的波羅斯 因為有時候卡在深海王那個地方就爆炸 深海王那邊的話真的是有點麻煩喔 那趕快努力先把他給打死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這邊的話我們就看一下喔 感覺目前這一次的話我們的威力好像還蠻不錯的喔 然後這邊五四三可以 我們這邊先普攻好了 讓那個讓我們黃金球跟那個蛇蛇群他們去打 反正中後排這隻王我會先把他優先先解決 會比較OK一點點 再加黃金球 然後再加那個甜美甲面 這後面這隻應該就死了 因為王有時候真的是蠻恐怖的啦 所以是建議大家可以先解決一下喔 好這邊的話就在回血 他們現在打我們的話應該都還OK 因為我們這些角色都是加三的 而且又是蠻新的 其實還算蠻厲害的喔 然後普攻 一樣就是先慢慢一隻一隻帶掉 我覺得後排有些角色打不到很麻煩 所以就要先把他們清掉 然後再用這個範圍六 這一場也是比較輕鬆一點點 那大家都怎麼選角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因為其實我選角的話就是 看到那個甜美甲面阿 或是吉納斯博士或是我們的那個誰 或是我們的那個文少女 我一定都會先選他們 因為他們可以回血 然後又可以直接衝後排阿 那目前來說我覺得 蛇絲拳好像也是一隻不錯的角色 大家也可以選一下 因為我今天用的時候發現 他好像也是蠻厲害的 而且再加上莫山一開始的那個暴走姿態的話 我覺得好像也是頂好的喔 好那這邊的話大家要注意 就是我們這邊深海王的話 他會先攻擊正中間這一隻 所以正中間的話 盡量不要擺一些就是重要的角色 比如說那些可以直接切後排的 來了來了 然後我們一開始就有7點的這個攻擊力 我覺得還不錯 先踢這隻 其實我們威力真的很高欸 那個 那個真的很蠻厲害的 抱走之後 好 這邊的話打一半 然後再加黃金球 然後希望我們的那個甜美甲面 可以直接再把這隻給轟死 那最好 但他有盾牌了欸 再打 碰 漂亮 nice 這就是好運好不好 好 還沒跑喔 你看 這邊一開始 沒有損到半滴血 就直接把對面的那個 深海王給帶走了 但是這隻是第一階段的深海王 其實也還算是蠻好打的 第二階段的話真的是蠻噁心的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 這一樣用補弓 其實我覺得莫山的那個補弓踢好像 就可以打出一個蠻大的一個優勢的喔 還行 好 然後再來 這邊 黃金球 所以多打幾場之後你就會發現 有哪些角色你選起來一定就是 更容易讓你打到最後面啦 像我都會選那些角色真的還不錯 莫山的話以後如果能夠加三 我應該也會選 因為他的補弓的話 打這個關卡其實還算是頂好的 很快就可以直接把一隻踢到殘血 然後閃電也不錯欸說真的 我以前都不是很喜歡選這些角色的 因為這個模式你知道嗎 你要選到SSR英雄說真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 真正的實際作用 因為你把角色加三加上去的話 會更好一點點喔 再來這個就比較麻煩了 這個他會一開始先揍我們 然後讓我們全隊就是有那個腐蝕效果 然後我們會一直慢慢損血喔 來了來了 開場直接開大打我們那個閃電 哇~~ 狂操猛攻 喔不 不要 喔沒死喔 欸可以喔 看來我們這次的威力真的是 比較好一點點 哇 這個感覺有點痛 然後你要在這個時間之內 趕快把他給打到死 不然你會有點麻煩 然後先把那個後面那隻先殺掉就對了 然後所以這關如果你有帶上 就是紋少女這種會回血的角色的話 就可以讓你就是撐更久會比較好一點點 揍爆他 喔你怎麼才揍兩下 那我們會 有點慘欸 不要啊 你怎麼才揍兩下 那這樣我們可能會輸掉喔 哇 完了完了完了 稍微有點可怕了 所以你知道自從打了這關卡之後 我就真的很不喜歡酸石流欸 酸石流真的是很噁心欸 一直腐蝕一直腐蝕你的那種感覺 哎呀 哇 裡面在那邊掛了 看來不該把他擺那個位置的喔 好 踢 然後捨捨拳 可以 欸可以 然後再加黃金球應該就可以把他給打爆了 但我上去也快掛了欸 哇塞 我的天啊 而且我們這邊帶的是墨山核心喔 所以 這邊沒辦法讓我們角色復活 啊 加油啊 你們要撐住啊 哇好痛 不要在那了 我們可以 啊他貫穿 貫穿的話我們文造女應該會掛掉喔 應該掛掉了 掛了沒人可以補血了 完了完了完了 現在只能 墨山踢 然後 補弓 然後蛇蛇拳 打這隻吧 嘿 哇啾 哇這人是要慢慢被酸死了欸 但好險我們這邊的坦度應該還算是夠的喔 好 然後這邊的話 再一個墨山踢他應該掛了 墨山說真的其實 還蠻型的 而且他可以就是利用一開始幫大家暴走 讓大家就是比較容易的把後面的那個後排的Boss給打死 我覺得這個 還算是挺好的 哈哈哈哈 但是他這邊被 被同爆了 蛇蛇拳真的很ok欸 蛇蛇拳真的很ok 這個我以後一定會 會瘋狂選他 這還行喔 還不錯 好 已經快要打到我們那個 波羅斯所在地了喔 先讓我們來選個角色好了 剛打贏蠻多場的 所以應該就可以再選了 但我們這邊基本上每一隻角色都 有上場的都已經加3了啦 這個鋼鐵猩猩 有時候我就亂選欸 大概可以把你們最喜歡的那個選取的角色 在下面留言跟哲平分享一下 讓我參考一下喔 因為通常都是選文少女 然後那個 波羅斯 不是波羅斯 文少女啊 然後吉娜斯博士那些的 喔我們文少女這邊還沒有那個欸 還沒有加上去欸 我們這邊怎麼那麼衰欸 怎麼都是加滿的 哇 來來來來 格羅里巴拉斯試試看啊 我覺得我 我應該快要不行了欸 感覺快要不行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給莫山的陣型一個 一個一點點小機會喔 我們給他一點點信心 我覺得他的那個 規律真的是已經超乎我的搶項了 我覺得頂好的 至少以前就是 打這個模式來說的話 亂選一隻角色我覺得選莫山 其實還算是頂OK的 而且他一開始會幫我們加那個 暴走的狀態 我們甜美甲面怎麼 怎麼今天一直都沒有打得很好啊 很可惜欸 哇這個下一關的話會有那個黃金爆蟲 那個就比較尷尬了 麻煩 因為如果你不常打這個核心試煉的話 你就比較 比較難去升我們一些核心嘛 像我的童帝到現在還沒有升上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都沒有開到我需要的東西 那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了 因為核心的話算是蠻重要的東西 你在一些 比如說我們即時排位賽啊 或是我們一些上面的話 都可以打出一些比較好的成績 這樣的感覺 好這一場應該也是比較輕鬆了 但波羅斯那個關卡的話 就不知道我打不打過了 因為這邊的話你看他們稍微 攻擊力就有點硬了喔 然後後面還有那個會噴毒的那個 甲蟲 那個只要爆擊我們會很慘 喔 痛該歪歪你看 這一噴下去 那個血量超多的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麼痛欸 好 那就要先把他給解決了 吃我蛇蛇拳 然後這邊再來 好險這個死掉會復活 他不像我們打那個 打那個夏日那個活動一樣 死掉你就要換隊了 這很麻煩 好 沒事沒事 無雄都亂踢 再加那一傷板踢爆 沒問題 這還行 但待會的話就會變成有那個 梅爾薩迦德對不對 不是 是格流鋼許埔 然後我記得還會加梅爾薩迦德 我覺得大概大概這關我應該就會卡住了 但是我覺得墨山這邊的話真的還不錯欸 大家有沒有就是 給墨山的一些好的評價啊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 其實還算是蠻ok的 沒有說真的這麼誇張的爛 那兩隻 噴人的那個 蟲蟲真的是 有點可怕 我看這邊格流鋼許埔的血量就很高 因為他這邊的話他的傷害會被那個 梅爾薩迦德吸收掉喔 所以會比較麻煩 這場的話可能是一場硬仗 然後我們這邊那個 噴 噴臉蟲 好險我們這邊有盾牌 哇 要看 下一回合絕對要把格流鋼許埔給打掉 不然會很麻煩 布弓 布弓 收射拳 好這邊的話黃金球應該就夠了 喔可以喔 nice 然後把這隻打掉 然後再把這隻打掉 黃金的暴蟲一定要先殺 不然就會變成這樣 很痛 然後梅爾薩迦德其實 好像也還好 不會說到非常痛那種感覺 哇哇 爆山掛了 爆山掛了 但是這一次我覺得應該已經搶到一些先機了 先一樣先把這隻殺死 然後 把這隻打死 反正蛇蛇拳是不能先被殺的 好 欸這一次 爆山的那個 初期的那個暴蟲真的是加的挺好的 我是說真的 這比我們之前打的都還要再 蠻ok一點點的 沒有說那麼的難打 所以以後的話如果有的話我應該 會優先選喔 會選個爆山這樣子 欸墨山啦 剩你了 再見 好 然後居然可以欸 那我們可以打到那個了 打到波羅斯了 但我覺得波羅斯這關卡的話 就稍微應該就更硬一點點了 欸怎麼都沒有文少女啊 可惜了 來 波羅斯不知道可不可以打贏欸 波羅斯如果都打贏的話 那以後這隊陣型我覺得真的挺不錯的 但他一開始就要把我們閃電給踢爆了吧 來了 王者連踢 先踢爆我們閃電 喔不 憋死 喔 欸 完了 大家知道為什麼滿了嗎 連我們的 連我們的甜蜜甲片也不見了 完蛋了 死定啦 甜蜜甲片都爆了 所以後排那邊的話可能要放一些就是 不是一個阻力輸出的角色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哇 完了 真的沒有辦法了 這關好麻煩喔 欸 大家都會把我們這整個關卡全部打掉嗎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打不贏你知道嗎 喔 好痛喔 我的天啊 來 無窮蹲亂七 真的是好痛喔我的天 哇 不行 不夠力了 不夠力了 再見了世界 哇 可惜可惜 不過我覺得今天的話應該有讓大家看到我們就是墨山的一些威力啊 就是因為你如果自己本身角色沒有練他 但是你都可以來我們這個核心模式來看一下這些角色到底好不好用 因為他這自動就是給你加到第三級 然後會有那個五星的能力 所以應該會看到就是 他如果練很高等的話 他的那個威力會是如何這樣感覺喔 但這邊的話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打贏波羅斯啦 蠻可惜的 可能還是需要我們的那個就是 那個什麼 欸 吉納斯博士啊 或是文少女更強力一點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那大家都用什麼隊伍來打我們核心試煉呢 都可以下下留言留言告訴哲平 分享一下你們自己的一些戰法囉 那就我墨山其實還算還不錯用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啦 那每一段視頻中我設定點個晚上 我點個晚上期望 晚上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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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營影片 讓大家看一下啦 那視頻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謝謝